比特幣面對重要的消息面 最後會如何選擇呢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 請隨我看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即将在 等一下 就在几个小时过后 其实在 CME Fat Watch Tour这边都有记时的 在5个小时又5分钟过后呢 也就是在我们东八区的 半夜2点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下一次 FOMC会议的结果是什么了 那我们下一次呢 其实跟前几次 有非常巨大的差异 这一次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次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我们在过去的 这一年多以来 美国它是处于升息周期当中 也就是每一次呢 就是公布要加息 只是加息的多寡而已 然后加息的快慢的程度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 非常有可能 就是美国 要结束加息的 公布的时候了 因为我们上一次呢 绝大多数的人 都认为它是最后一次的加息 那么其实 每一次呢 因为美联储它都会有一些 释放一些消息出来 为了让这些消息面呢 对市场的影响不会太大 慢慢释放 慢慢把消息给消化掉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次 利率也是5.25 预测的利率也是5.25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跟上一次呢 就已经一样了 我们之前都是加一码 最少最少都是加一码 但我们这一次呢 很有可能就是不加 就是维持当前的利率 也就是我们已经到达了终端利率了 然后我们维持在终端利率 这个很有可能是美国接下来 对总体经济的政策 货币政策是走这个情况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怎么说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一次的情况 我们在上一次美国的加息周期的时候呢 OK 介入一下这个 Macro Micro的图表 我们来看到 上一次呢 其实是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 然后美国结束了我们加息的周期 那么也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比特币开始触底 然后开始往上涨 开始进行小牛的行情 那么我们维持在终端利率的这段时间呢 其实就是恰好就是比特币走小牛行情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利率往下调的时候呢 那其实比特币它也就开始往下回调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Investing它上面所记录的数据 那我们是在2018年的年底 OK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 OK 我们到达了终端利率 OK 到达了终端利率 那到达终端利率之后呢 我们就一直维持在2.5% OK 一直维持在2.5% 那恰好呢 那个时候也就开始我们的小牛行情 你可以看哦 我们在12月20号 OK 维持在2.5% 然后1月 1月31号的时候 维持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公布呢 就非常像我们在2019年 当时1月31号 所做的这次公布 OK 也就是美国的加息周期呢 到这里结束 然后我们继续维持这个2.5%的终端利率 一段时间 那我们可以倒回到比特币的行情 一下哦 2019年的1月31号 好 我们再回到当时的行情吧 OK 2019年的1月31号 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它给明确的标示出来哦 完全没有含糊的空间 2019年的1月31号 美国的加息周期正式宣告结束 消息出来正式宣告结束了 那你可以看 我们后来我们就走了一波小牛的行情 小牛的行情就是从我们加息宣告结束开始的 并且呢 我们什么时候开启我们的震荡下跌的走势 OK 其实就是我们开始降息的时候 对 我们开始降息的时候哦 好 没关系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啊 当时开始降息的时候呢 是在2019年的年中 也就是8月那一次 好 我们再回到2019年的年中吧 OK 2019年的年中 开始降息 就是这一次开始降息嘛 8月1号的时候开始降息 好 我们再回到BitB的盘面上 当时8月1号在什么位置呢 OK 8月1号 差不多在这里 也就是BitB的牛市 小牛市宣告结束的时候 开启我们震荡下跌的行情 就是从我们开始降息 开始的 那我们这一轮呢 其实跟我们上一轮是不一样的 因为大家有上一轮的经验啊 大家有上一轮的经验之后呢 就会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对利率进行预判 那么 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是 行情啊 走的比美联储的周期 比上一次的这种行为呢 要来得更快一步的 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看哦 我们这一波上一次的小牛 是什么时候开启的 就是在我们最后一次加息 然后确认我们加息结束 才开启我们的小牛行情 但我们这一次的小牛行情啊 它可是在 我们只不过是把加息的脚步减缓了 还在加息哦 只是加息的脚步减缓的时候 我们行情就开始上涨了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节奏 你可以看 我们这一次的节奏呢 是从这边开始上涨 那这个位置哦 它大概就是美联储 它还在加息哦 只是加息的脚步放缓 然后呢 我们大家就开始预判了嘛 因为我们有上一次的经验了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节奏呢 是要走的比上一次要来的更快一步的 那我们现在 我们轮到下一步了 轮到下一步了 也就是这一次呢 我们非常有可能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两点 半夜两点 当然是美国的正常时间了 那我们就可以确认说 这一次是不是美国它要结束加息周期了 那么上次结束加息周期是开始上涨 不过我们在上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上涨了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呢 很有可能 大家就会有对美联储的预判 OK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就很有可能就跟上次的预判一样 下一步是什么 小牛丸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哦 就是我们开始下跌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周期呢 其实是已经提前一步了 对于我们这一次来说 周期比上一次要来得更提前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一次 呃大家的预测呢 其实跟上一次 哦 跟我们之前 大众所认知的是差不多的 就是大家都认为呢 我们这一次就是 会维持在跟上一次一样的水准 不会进行加息 OK 但是我们还是会在 呃 终端利率维持一段时间呢 直到美国的通膨 降到他们目标的2%为止 好 所以我们在今天呢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 尤其 我们现在比特币呢 又处于一个这么重要的关键位 你可以发现 其实比特币 它这里已经产生两个接触点 到这里第三个 三个接触点 这个趋势线肯定有效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一次 OK 消息公布过后 基本上我认为就两种选择啊 第一种就是 哦 从这里就开始走 下跌 震荡下跌 震荡下跌 并不是那种很顺畅的 在这种震荡是比较难走很顺畅的下跌 通常都是震荡下跌 或者是 就是继续在这里震荡 继续在这里走震荡 然后直到我们时间量能累积够了之后呢 哦 它才会选择 往下发展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在把图表呢 切小一个级别 你可以发现 其实比特币它最近 它最近 就一直贴着这个线 一直贴着这个线 就贴着我们画的这条线 那么 那么量能的部分的话 很明确就是 空头比较有优势 空头肯定比较有优势的 你可以看 我们这根柱子 还有这根柱子 还有这根柱子 那反弹呢 都显得非常弱 那会 最终怎么做选择呢 我认为很有可能这一次 尤其是 我们两点半过后的记者会呢 我认为才是重中之重 因为两点半的记者会呢 到时候 鲍威也会对 记者 问的问题回答 那这就是非常关键啊 因为它也会提前释放一些消息等等 那我们等一下 会不会各位做一场直播 非常欢迎各位准时收看 那如果说 你想要一个 BuyBit交易所的免费仓位的话呢 你只要点击我随便一支影片 影片下方的置顶留言 点击BuyBit的链接 KYC入境100美金过后 就会赠送1000美金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 这真的非常非常划算 这是免费送你的仓位啊 好 非常欢迎各位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 点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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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